小时候物质比较匮乏 学校里的娱乐项目不算太多 那时的我们没事下课 就喜欢聚在一起刮石子 用到的石子也是参差不齐 有大的有小的 那时候用碗托浇出来的石子 经过打磨是最受同学们青睐的 手里拥有石子的同学就是老大 当然就有着组织活动和参与的决定权 那时的我抓石子可是一个猜鸟 很多同学都不愿让我参加 这可让我心有不甘 必须自己有石子才能参与进去 于是晚上放学 一回到家就跑去后山的垃圾堆里面翻找 可惜找了大半天也没能找到一个碎碗 怀着失落的心情回到了家里 突然想到爷爷衣柜的抽屉里 里面放着几个就碗滑滑绿绿的 平时也没见用过 估计着也没啥用 于是我偷偷摸摸地把碗拿到了后山上 全部敲成了石子 有了漂亮的石子 果然不一样 同学们纷纷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争抢着要和我一起玩 我也是第一次感觉到了当老大 有决定权的感受是多么的开心 晚上回家 爸爸老早就在家门口等着我 见我回来就问我爷爷的衣柜里 有几个就碗里看见没 我自然是不会承认 但这点小九九早被看了出来 爸爸一把抓住我 然后从我的口袋里搜出了一堆石子 瞬间爸爸活冒森长 拿起鞭子就准备抽我 我一边跑一边叫 这时候爷爷看见了 赶忙跑过来拦住了爸爸 有事好好说 别没事就动粗对孩子的教育不好 爸爸解释道 这熊孩子把你衣柜里面那几个祖传的古董子丸给敲了 就剩几个石子 爷爷听到这里 脸色瞬间就变了 长叹了一口气 然后回屋里拿出了一根狼牙棒